第一個當然你要把蝴蝶複製過來 因為把這個做選取 然後你可以Ctrl C或者Ctrl V或者複製塗層都可以 按右鍵這邊有複製塗層也可以 因為你選取去複製 它就自動會幫你增加一個塗層過來 不過這個塗層的位置 在哪一個塗層的上方 其實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那記得把這個塗層移到最上面 接下來做什麼呢 請你把那個做 題目要我們做水平翻轉 所以第一個你把水平的翻轉 那水平翻轉怎麼做 第一個選取這個塗層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在那個哪裡呢 編輯裡面找到那個變形 變形裡面就會有一個什麼 水平翻轉 特別需要 等一下這個差一個動作可能就找不到 你考試的時候就差一個動作可能就會卡很久 第一個 好那水平翻轉了 再來題目裡面要求我們旋轉負十五度 負十五度 特別注意 轉的方向 怎麼是正跟拿Ctrl T 還記得吧 那怎麼旋轉角度 這前面已經講過了 比如說這個角度 如果你今天要是負十五度的話 你就打個負十五度 OK 那你會發現它的角度基本上是這樣的 水平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往這個方向是正的 往這個方向是負的 那所以是負十五度 OK 那所以這個角度有沒有就出來了 負十五度 OK 那你以後要轉幾度的話 自己算一下就可以把這個角度給調出來 按打勾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前面有做過吧 我們做那個那個什麼國灰國灰的時候就有做到 OK好 那再來把這個位置移一下 看移到哪邊 我看一下大概差不多這個位置 好 做完大概了 接下來的話呢 做完之後呢 還有個地方 什麼呢 它的蝴蝶 蝴蝶的什麼呢 外面有陰影對不對 那陰影的部分的話呢 怎麼做 特別是大概完全長這樣子 那陰影 我們剛剛才做過 其實你可以在這個圖層上方的這個小圖式 點兩下 會跳出一個陰影 有沒有 打勾之外 還要點擊它 那它的那個色彩這個地方 混合模式 預設是用那個 把黑色 所以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白色 拉到左上角 255 2525 按確定 好 不過呢 它的陰影好像不夠大 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展開 展開多少 好 然後另外的話 尺寸多少 各位可以顏色 這邊的話記得把它改成正常的 否則的話 它預設好像是什麼 色彩真質還什麼的 所以請你把顏色 改為什麼 改為白色 然後呢 混合模式 請你改為正常 它預設好像是 其他的混合模式 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稍微改成正常就可以了 接下來的話呢 不透明度 你可以再比一下 然後大概 比如說100%好了 就長這樣子 然後另外的話呢 展開的像素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尺寸 大概差不多多少 你可以再比一下 大概 這樣會不會太多 印象中好像 差不多是15左右吧 還是 這個好像是15 差不多15左右 至於多少 請你以那個什麼 以那個完成的為基準 這邊展開大概展開多少 展開大概20好了 OK 大概是這樣 這樣子 然後其他的話呢 光源啊 還有等等的 需不需要修改 我想你們 把按確定之後的話 可以跟完成檔比一下 OK 好像太多了 顏色好像太深了 這個地方的話呢 請各位 再稍微去調整一下 也許你這邊太多對不對 那也就是它的那個 不透明度太高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不透明度 稍微縮小大概50% 變成這樣 不對了 Ctrl 這邊把它恢復一下 這個地方 記得喔 不是整個 而是陰影部分 因為剛剛點擊的時候 不要點太快 點陰影部分 然後陰影它這100% 請你把它50% 有沒有 它的後面就變得 沒有那麼的白了 有沒有 所以你要去 觀察大概每一個效果 做出來的樣子 然後再自由去調整 所以調出來啦 我想應該這個地方很 花時間 所以大概我 調了幾個地方 不外乎陰影 然後呢 混合模式 我是把它改成正常 顏色本來是黑色的 把它改成白色 不透明度呢 如果原來是100% 太多的話 請你大概修改 我是用50%啦 不過你們等一下 可以再跟完成的檔案比對一下 至於展開多少 我大概20%吧 反正是20% 像素的話 大概15個像素 這個還是需要花時間去調整 我只是提供給你們一個 比較接近的答案 真正的標準答案 還是請各位參考完成的部分 比如說角度啦 還有一些細節 可能要再修改一下 OK 好 再來的話呢 我需要做什麼呢 再把那個 另外一隻蝴蝶做出來 所以另外一邊 那隻蝴蝶有沒有 他說要做什麼呢 把那個去背的效果 好 然後縮小 反正縮小 OK 放在右下角 並且用什麼呢 塗層混合模式 強烈光源 OK 所以其實 就是把它 貼過去之後的話 縮小 放在右下角 OK 然後呢 強烈光源 所以我們第一個 一樣Ctrl C 然後呢 一樣把它切過來 Ctrl V貼上 它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另外一隻蝴蝶出現了 把它移動一下 如果塗層不在最上面 自己移一下 再來怎麼樣 Ctrl T縮小 Ctrl T OK 大小的話是90 所以請你把這個鎖 鎖起來 這邊的話呢 改成90 OK 它就縮小一點點 按打勾一下 好 另外的話呢 移到哪個位置呢 我們來看一下完成的 大概是這個位置 而且它的圖層應該是在它的下方 所以記得 把這個圖層3 移到它的下面 讓它在下方 這個再過來一點點 這個圖層2 讓它再過去一點點好了 反正你這個 怎麼喬到剛剛好 我想以這個為為 這個可能要再過去一點點 這個在這邊 那這個的話 讓它在這邊過來一點點 過來一點點 OK 好 然後它要做什麼呢 如果細節 還要再調整 你用鍵盤也可以啦 這個地方大概上下左右 我想用鍵盤往下 再來做什麼呢 把正常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叫什麼 強烈光源 這邊有強烈光源 有強烈光源 等下去OK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變成強烈光源 有穿透性有沒有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看起來就會是跟我們這個看到的 已經蠻接近了 只是剩下什麼 蝴蝶兩個字 那蝴蝶兩個字的話 它有提供給我們一個蝴蝶這個 但是不是我們要 它給我們這個 那所以我們要把 它給我們的蝴蝶這兩個字 改成黃色的 然後外面有那個白色的框框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剛剛的話 記得是水平翻轉 有水平翻轉 跟那個旋轉 Ctrl T旋轉-15度 再來就是陰影部分